字幕提供 方判街道章 張判街道方 張秋區遠高 高遠區秀章 上回我們說到 太足武的皇帝就在 不是 開個玩笑 這期如體 我們來聊聊大和劇 這個心情我醞釀了好幾天 看了幾部大和劇 日本電影 心中是百感交集 偶爾還吐槽上幾句 想想與其自己講 不如寫個簡稿 這種事我也不想太系統性的講 不如說一些感想跟心情 以下我可能邊想邊講 有些地方脫稿 字幕我盡量 看了幾天 能說很失望 那也是非常失望 先說一部是 麒麟來了 一部是 怎麼辦 家康 再一部電影是 傳奇與蝴蝶 每一部都是 我快暈倒 這裡必須說一句 我無意批評 也沒什麼好批評 這種東西我感覺 只會越來越少 那正經講歷史的戲劇與電影 又更稀少 所以以下我說的是 裡面看到的現象 我不是針對個人或個別演員 因為我知道我們現在看到的戲劇 是一個綜合各門類集成的一個作品 所以你單說那個誰怎麼樣 那肯定不正確 簡單說描述一下 麒麟來了 說的是 戰國時代武師明知光秀的故事 先說這部劇剛上我就有追 一貫的近年的大和劇 在浮化道 也就是服裝化妝道具 是進步非常多也快的 而且是你一眼就能發現 而另一部怎麼辦 家康更是 還加上想像與時裝感的藝術加工 這方面我覺得是多了 有的地方過頭了 明顯 好比說本多的終身在裡面是特裝的定裝 可以注意到他出陣時外面罩的鎮宇之是家常版的 與其說那是鎮宇之 還不如說是一件罩衫 看上去比生兵的生衣還長 而德川君一方 甲咒的兜上還插著兜梭 我長期看甲咒實物與屏風畫 肖像畫 對 兜梭是有了 但是我沒看過這東西 一呂白毛插在頭頂上 長度直垂腰間 一般情況都說是拿來做假髮的作用 戰場上看到的是一個武將如劈頭散髮的樣子 所以綜合這些情況 我認為這是加工 再說傳奇與蝴蝶 在孵化道就平庸很多了 沒什麼太出彩的地方 真不如大和劇的表現 喔 對喔 傳奇與蝴蝶 你光看這標題 能知道這部電影在說什麼嗎 可以想想喔 猜猜看 那是織田現場與龍姬歸疊的故事喔 看完電影 我看了分類 有歷史與愛情電影啊 不過 與其說歷史還不如說是一部愛情電影 然後 這愛 愛情也不是很深刻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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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道該說什麼了 再說內容如何 都是我個人觀感 所以在細節劇情上 我不會透露 更說喔 都是歷史啊 而且同時代的主題也被拍過了很多次了 所以 也無所謂劇透了 一步一步說我的感覺喔 麒麟來了 我覺得 最暈的是懸角 主角當然是明智光秀 就是長谷川博己飾演 我沒什麼意見 還沒玩喔 只是你看喔 這是劇中的織田信長 蘭谷將太飾演 再看喔 劇中的德川家康 封堅俊介飾演 各位 感覺如何呢 我 我也是個老劇迷了喔 我算開始真正追完整部大和的是 2002年的利家宇松 到後來才知道 原來先前看過的奎德川三代 那也是大和劇啊 是2000年的時候啦 在台灣播出時叫 新幕府大將軍 德川家康 要知道 前前後後 包括時代劇與電影 信長與家康 出現過無數次 什麼形象都有 但我真沒看過 沒看過有這種的 我是說扮相啊 扮相上真的都是小聲啊 尤其有信長要演到晚年耶 蘭谷的表演也只是喔 也只能把聲線 聲調 隨年紀壓低 低到一個 低到一個 你覺得他在演 稍微表現一下 他從早期的 我信長啊 到後期的 光秀 我信長啊 這種感覺 就是這種感覺 你懂嗎 太難為演員了 他全程都這樣演真夠累的 光秀啊 斧著痕跡極深 表演得太尷尬了 但 但 你也知道他盡力了 且不說以明治光秀為主角的戲 多少對之前信長有所醜話 而且還是真的直接醜話 在部分情節上直接演醜 當然 你可以很明顯的看到 那絕對是懸角的問題 當初只看著眼前 卻沒想過之後怎麼收尾 於是這種織田信長就硬上了 給人的感覺就是 唉 怎麼這樣啊 演員演得累 觀眾看得也累 不知是 另一方面 由於這部劇 我真的啃不下去了 我到後來真的跳著看 跳到德川家康登場 我都不知道他是德川家康 我當時的反應是 德川家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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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康在哪 不是他吧 不是吧不是吧 是耶 呵呵 再說一次 我真不是批評演員 如前述 德川家康 已經被演繹過無數次 我心中也有 我認為 最好的信長與家康的扮相 只是 眾所周知 德川家康是長得不好看 即便是他還瘦的時候 乃至於他終晚年的矮胖 找個這麼秀氣 這麼好看的小生 去演一個附黑老狐狸 是不是缺了點意思 缺心眼啊 如果不是為了看這版本能式之變 我基本已經放生了 我們再看另一部 怎麼辦 家康的德川家康 是一樣的問題 那種浮誇到無力的演技 只可惜的那用心的浮誇到 而且劇中初期也看到了 被看出特效的特效 那是真尷尬 以前覺得演大合劇 起碼是基本嘛 到今天連起碼都得摳圖了 還摳成這樣 那批袍嘛 明顯在給我replay 我就在想 該不會是跟疫情有關吧 那我查了一下 有影響播出的是 麒麟來了 NHK於2020年4月1日 宣布暫停拍攝 另外 2022年播出的 聯倉店的13人 劇中也有多處起碼的場景 怎麼那家康劇中 家康為什麼摳圖起碼 我就不知道原因了 當然啦 這部劇到今日還在連載中 只是到這期為止 三方圓合戰前後 以此我的觀影體驗 當然這部劇的浮誇到 肯定是用心的嘛 尤其是前期出現 大高層冰涼路劇組 這具德川家康早期使用的甲咒 通體精亮 讓人印象深刻 這具甲咒史實存在 現在也被收藏 複製應用在大和劇裡 我真的眼前一亮 要知道 以前大和劇 多有那種一套劇組 多部劇使用的狀況 好比說 這是2002年 鳳林火山中 上山千姓使用的相同劇組 因為辨識度太高 也因為歷史上 他們並不使用這款劇組 你就會覺得很奇怪 一樣要花錢 為什麼要做這種 沒存在過的東西 所以服裝套具 是否復原歷史 也是看點之一 就像當你期待的歷史人物 在劇中登場 結果穿戴的不倫不類 那就好像 超人硬套上了蜘蛛人的景深衣 那就不是那回事了 到近期播出的三張圓合戰 那武庭信玄與龍莊登場 同時還有赤輩與百祖宗 表現的感覺還可以 乍看有那麼一回事 只是盯久了 天啊 阿布寬演員是沒問題 他多次演出大和劇了 雖然信玄傳說是個胖子 但畫像傳世版本又很多種 有的關於畫中人 是否是信玄尚有爭議 這在日本史也很常見 好比說 通說的元賴巢畫像 那不是元賴巢 還有現在基本公認的 以前說這是主力尊士像 也不是主力尊士 等等等等 無論如何 戲劇藝術加工是沒問題的 只是 阿布寬雖然演過羅馬人 但這次的信玄 胡鬚看久了 有點假啊 可能也是我本人叙叙的緣故 我的虛長曾經長到像畫中金青微信 那差不多 我胡鬚最長的時候就像金青微信 所以我很懂胡鬚的 先說我很喜歡阿布寬 這裡只能說 演員辛苦了 真的盡力了 服裝上 還有為了稱出身形或體現 武田信玄是賈州3D武士的形象 那一身身符與之 如同契取中的胖偶 效果是很好 但看久了總有一股道具感 真的 我就是一名普通的觀眾 看了二十年的大和劇 讀過日本史與豬類考劇重書 我看這部劇 直觀的感覺就是這樣 假 太假了 我不知道 他劇組是真滿意還是有難處 只是 這真能上嗎 好了 這部劇還沒完 希望後面還有進步空間 我看戲的只希望戲好 最後一部 我會綜合前兩部的訊息 因為內容有些是重複的 所以我就放到這講了 傳奇與蝴蝶 木森拓哉飾演之前信長 林奈瑤出演龜碟 老戲碼了 我原來看海報是有期待的 先說一下 我最喜歡的戰國大名 你們猜是誰 我過去在個人平台上也玩過這梗 留言有的朋友就猜啊 說我像黑田孝高 所以 是黑田家 我就不懂了 我向來是一個不羈的形象 怎麼會跟黑田官兵位扯上邊 可能是當時給人的感覺吧 就說了 其實是金川議員 我真喜歡金川議員 一個風雅公家大名 我曾想 剛進入戰國末年 就他金川議員有那個氣概 東國投個舉兵上落 真有氣概 雖然開場就是結局 我就覺得他是一個極具美感 且飽滿的人物 假如 歷史也沒有假如 所以一旦有演出戰國末的歷史劇 我都很期待金川議員登場的扮相 應該是一個白面齒黑化殘媒的胖子 我至今最滿意的是 春風亭生泰 他在女城主指虎中的金川議員 那真沒話說 如果能再胖一點 那肯定是議員公在世 太好看長得太好看 那才是東海道霸主金川議員的樣子 說一下 女城主指虎 我也有從頭到尾看完 我的評價很低 就這樣 但裡頭金川議員是演得好 這是實話 回到電影 以之前信長為主角的電影 那怎能沒有讓信長一戰成名的金川 我就期待著等 不好意思 這沒有 沒有 就是沒有 我以前說過 我看歷史電影 無論中西方拍的 我都有回頭反覆看演員表 考據人物的習慣 我一樣看了演員表 裡頭什麼人都有 還有我片中完全沒看到的之前信秀 但就是沒有金川 於是 那我就放心了 因為我沒錯過 也沒忘記 也因為金川在片中就是一包腦袋 他就是個道具 不是演員 一場大戰 標誌信長出道的戰役 幾個起兵畫面 人就回來了 一包腦袋 說那是金川議員 喔 沒關係 那可能是拍攝手法 顯得信長很能 就像老闆三國 關羽斬滑雄 也是往地上一扔 就說滑雄斬了 只是後面的大事件 都以一樣的手法帶過了 快到你如果不熟悉日本史 他光靠年號與公元紀念閃回 你是不會知道當年發生什麼大事件的 打個比方 湧入圓規天正 我在標上年份 你能說出什麼大事件嗎 劇中就這麼誇張 還好我看得懂 不然真浪費時間 所以你要大場面嗎 這部片是沒有的 號稱東映紀念70週年的大作 赤字20億日圓 我真暈 這錢是都給大咖的片酬了嗎 還是那些無所謂的CG了嗎 歷史電影你不講事件你要講什麼呢 整部電影要講愛情也很唐突薄弱 要講歷史他連單元劇都比不上 片長將近三個小時 砸樓了各家小說與傳說情節 這是挺不錯的 但片尾本能是 還有讓觀眾以為那信長之關暗梗的幻想 這算是給歷史迷的各種彩蛋了吧 你沒讀過就不會知道的那種 順帶一提 《信長之關》是一部非常優秀的小說 難得之處在於作家是業餘出身 當年也有SP 我有看過 內容不錯 其餘這部電影就什麼都沒有了 沒有共鳴沒有情懷沒有爆點 三個小時 東映紀念70週年 赤字21日圓 我不知道要說什麼 再說一次 我是看戲人 老戲迷了 只希望戲好戲好看 我打這篇稿是邊說邊打的 前後醞釀了三天 回想了20年來觀影的記憶 很多畫面腦中一閃而過 也有很多話在錄音中沒有說出來 有興趣的可以下方留言討論 我近年看過最好看的日本歷史電影是 《燃燒的劍》 每個演員我都沒有大意見 那是一部很完整的小說傳記電影 演的是默默故事 小說改編 我一個字都不講請你去看 我多說一個字都是破壞 我回首看過的大和劇 我覺得最好看的是龍馬傳 印象最深的是奎德川三代 最震撼的是板上之雲 其餘的不是不好 而是大和劇有局限 都是一年播 大約都是45到49集左右 你看嘛 有些歷史人物高光時刻就那些 哪有那麼多事好講 能講能拍將近50集 所以內容上就很多加水或無意義的橋段 這都能理解都是有難處的 對阿龍馬傳中浮山雅治的扮相 完全不像版本龍馬 但他的表演中規中矩 劇情非常成癒 但也只有成癒能帶出激昂 這BGM發揮了很大的作用 尤其前半 我認為最感人的是 武士半平台與鋼田椅仗的最齊 感人到我一滴眼淚沒流 因為演得太震撼 我全程僵直戰斗瞠目結舌 以前讀書看傳記 還有看那轉動的歷史時刻 就單純認為武士與鋼田 這兩個是鄉下武士瘋子 但真演出來了 那真的 那就是理想 那就是奉獻 那就是愛國 我無法評價這兩個人 一樣 戲中這段 我不多說 尤其當BGM響望 響起 我至今不用播放 腦中迴響旋律 那都是頭皮發麻 這真是 這是大和劇的高光時刻 不說了 當然 所有演員中 我認為最優秀的是 扮演山內隆堂的靖藤正成 那真是 哇 演得真好 另外說 德川三代好就好在 他拍出了官員之戰史末 以至於後來的大和 一旦戲到官員 都會用他的畫面 除了幾幕主角演員要在本陣露臉 那其他畫面都是用2000年播出的 德川三代的 另說 其實我當時正國中 在玩信長之野望 蒼天路 那是我玩的第一款信長 裡面作戰也很有趣 野戰上 兩軍對壘 衝鋒時 一個方陣 對一個方陣 小時候不懂 覺得日本人忒傻 怎麼這樣打仗呢 後來 看了不久之後的 德川三代 官員之戰才知道 真得這樣打 必須這樣打 那一個方陣叫背 可以組成各類陣型 交戰起來千變萬化 這就是歷史 沒有人是笨蛋 換你下去 你也得這樣 再回想到板上之雲 我就想到對馬海戰那一段戲 尤其當BGM 生麻祭的Stand alone想起 腦中都是當時日情波高 兩列巨艦在海上對壘 我順提一下 大學時代我做過一個夢 非常真切的夢 夢中我是一個沙二海軍官兵 那一口鱷語說的順利 我都覺得奇怪 只是劍上四處起火 我印象很深刻 我穿一身排扣海軍大衣 身上有望遠近 懷裡還有一把槍 我看那東西不得了 趕快收回懷野 當我回過神來 那眼前的慘狀 我就是地獄 失衡船艙 我隨著水兵到甲板上去 那一幕畢生難忘 整片海面上起了大火 遠方還有巨艦斜插在海上 要成半程的 最可怕的是我的作艦 開始傾斜 眼前的水兵一口俄文 我不知道為什麼聽得懂 他說 艦長馬卡羅夫沒了 我聽到馬卡羅夫 我就知道怎麼回事了 日熱海戰 我到裡頭了 很不幸的 我還在俄軍 還是旗艦 我可能意識到我在做夢 我就順著船艙往下走 一直往下走 到了後廚 滿艙的食物 還有罐頭 桌上的法棍 牆上的香腸 還有一箱一箱的葡萄酒 看了酒標 欸法國的欸 不容易啊 我坐下來開始吃喝 一直吃 一直喝 一直吃 一直喝 周圍開始傾斜 那不斷的慘叫 直到那水淹漫上我的腳踝 我很無奈 就這樣慢慢的慢慢的 漫到我脖梗上 懂這種感覺嗎 我完了 我想這就是當時 殺惡水軍官兵的心情吧 夢醒後 我當即寫下的過程 即便馬上寫 有些細節還是很模糊 就發在當年的個人平台上 如無意外 這篇文章應該還在 欸有的朋友看到 就開始寫夢 我們就開始在寫一些有趣的夢 這是當年一些有趣的插曲 我就想到劇中那句 樂觀主義 這詞也是日本來的 那是一個昂揚的時代 對日本人來說 對周邊國家可不是的 就像一朵白雲在高坡團團而上 緩緩升起 就是板上之雨 這景就象徵那個時代 蒸蒸日上 這就是歷史吧 劇中雖然有些催逼的地方 那是肯定的啊 但整體看完 這就是已經完整的藝術品 這種好戲 我都不會多說的 我多說一個字都是傷害 請你們去看 真的好看 我說了 我無意批評 我是個老戲迷 也不是針對個別演員 我說過 我過去修過戲劇戲曲 寫過舞台劇本 我知道這是一件難事 當他好時是格外珍貴 有不好的地方 說出來 不全是失望 而是真希望更好 我就是個看戲的嘛 能懂什麼呢 不好看就直說 懂點歷史與考劇 不合的我就說啊 不斷回首過去 更多的是無奈 不是念過去的好 而是眼前 沒東西讓我看 也像板上之雲主題曲 Stand alone這樣唱 我相信 新的時代即將來到 朝向那一朵雲彩 各劇中的BGM 我會放在下方說明欄 有的因為版權緣故 在油管已經搜尋不到了 我找了一些有趣的版本 說說笑笑啦 還有很多大和劇的細節能聊了 觀影20年也不短 以後慢慢說吧 以上